類單人 你要買那種有RAW檔加JPAC檔的那個設備 檔案大 你就買儲存系統來解決 重點 我上次好像也強調過 RAW檔拍照是數位攝影唯一的解決之道 因為現在如果我用傳統的底片相機來拍 我把它輸出之後 它的感覺 它的空氣感 就是它的立體感跟層次感 要比一般沒有做好 介料管理的要好很多 但是我今天早上又進去比較 我把一張照片 我拍照通常是RAW檔加DS的小的JPAC檔 那我今天故意把一張照片做 沒有 我都是用RAW檔來做 我用RAW檔在Photoshop做 做好了 我Photoshop也很會做 做好之後擺上去 我突然就想說 那這一張如果用Lightroom來做 那個脂肪圖怎樣 結果我就用最平常的心情 就是我做好了Photoshop把它擺起來 然後那個直方圖又做一張 結果我把兩張擺在同一個螢幕上一筆 明顯的不同 我以為 因為我在Photoshop做得很快 為了搶時間 我沒耐性 然後我就趕快在Photoshop Photoshop做圖的功能也很強對不對 可是當我把兩張對照之後 明顯的差別 立體感 那個空氣感 那個層次感 明顯Lightroom上面那個 拉那個直方圖 就是明顯 所以最後 不好意思 你如果要搞數位攝影 你就得懂Lightroom那個軟體 社大開這個課 可以解決他們很多的問題 如果你要開這個課 我可以介紹老師 當然是一個很認真 不是Ross王 Ross王是目前的一間領袖 他是我跟他學習的 他在去年的台北攝影節 帶著我繞台北攝影節的 像這樣的展場 在隔壁那裡 繞一周 繞了整整一圈 四個鐘頭我錄音錄到爆 那就是說他四個鐘頭下來 最後我的能力這樣 我的眼光能力這樣 跳極 跳得很高 他需要透過這個方式來教我 因為他說 蕭老師 你這個是攝影前輩 你不要來跟我學 我說我一定要學 因為我是黑島青年 我說我不學不行 我一定要來學 他說好 那你自己來工作室找我 我就去了 他說好 那去了一次 然後再安排我 這樣講解四個鐘頭 超好的 然後從此我就兩個軟體一直併用 這樣子 好 瞭解了齁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你跑不掉 你知道數位攝影的後製 佔數位攝影的百分比多少嗎 很高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喔 千萬不要搞錯了 數位攝影 如果你沒有搞後製修圖 直方圖那個 拍攝 你的照片永遠不能看 因為你的螢幕 不是標準螢幕 你的螢幕還要加一個叫做 色彩校正器 最便宜的標準螢幕 加上色彩校正器 多少 五萬塊 PC 主機之外 螢幕加上色彩器 至少五萬塊 紐約進口的 這是瓦斯王老師規定 指定的品牌 二十七寸 這樣子 很大 照片 照片 甚至比這個畫面還大 每張照片 那個細節 都看得清晰楚楚 而且 階調分明 顏色標準 我的眼睛天天這樣訓練 你的照片有什麼毛病 我看不出來 重點是 你要經歷這個 你如果要學數位攝影 一半以上的時間 要花在這個 那當然會打扮很多 那個 不懂電腦的 然後不會軟體的 很討厭喔 就這樣 要不然你回去 你回去 假定你回去 那個 傳統 我又有萊卡 我又有傳統的 好相機 要高級的 我回去之後 拍誰 現在沒有人在 沖底片 我拍黑白 然後你想辦法 沖得出來 沖出來之後 你要掃成 數位檔 小廠數位檔 在哪裡處理 還是要回到數位的軟體啊 那你自己要搞暗房也可以啊 那你就堅持一貫作業 你要自己的黑白暗房 底片 底片現在很難買啊 藥水會有毒啊 對不對 然後 但是也有很多人現在堅持這樣動 巷子也很混 傳統那個 暗房的巷子也很貴 你可以玩看看 但是如果已經數位 跑不掉 關鍵我已經都跟你講了 好嗎 那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互動 今天謝謝各位 這幾天 這個展只有十天 十天 今天是第二天嗎 對 那老師還可以在這裡 我都會在這裡 大家如果有興趣 再來跟老師講 好啊 那下禮拜 大家在 那個大安社大 是莊孟佳老師的課 我們再掌這一支 謝謝老師 我的名片這裡有幾張 剩下這幾張 看有誰有需要幫我傳一下 有請 read 說明